为了避免头晕,请少看手机 越来越多的年轻头晕患者到门诊后会告诉医生:"我头晕,脖子酸痛,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患了手机颈椎病,即医学上的颈原性眩晕。 以前,因为颈椎问题引起的头晕症状多发生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患者常因为骨质增生使颈部追动脉性卵引起脑部宫穴不足而头晕,也常伴有视力模糊等症状。 而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都是年轻人,其中25岁到35岁的大学生,和白领成为颈原性眩晕的重灾人群。 是什么原因导致领性眩晕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成年轻化趋向呢? 随住电脑、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很多年轻人患了手机病,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手机,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能看到年轻人低住头对住手机忙碌。 然而,很多年轻人没有骨质增生怎么会出现头晕呢? 人体颈椎骨两旁的深层肌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深层肌群具有丰富的神经感受器,通过这些感受器,大脑可以感受和控制颈部的位置。 运动、运动、长时间低头和缺乏锻炼导致颈部肌群损伤,这些感受器和神经传导就会出现问题,大脑对颈部位置的判断也就出现偏差,引起头痛和视力问题。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在地铁中,公交车上,走路的时候看手机,其实在运动过程中看手机,对颈部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颈部感受器会随着运动不断地感受颈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不断地发出神经之令。 使颈部肌群拉紧头部保持稳定,这种情况下颈部肌群最容易产生疲劳,颈部的感受器也容易出现紊乱而引起头晕。 越来越多的年轻头晕患者到门诊后会告诉医生,我头晕,脖子酸痛,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患了手机颈椎病,及医学上的颈原性眩晕。 以前,因为颈椎问题引起的头晕症状多发生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患者常因为骨质增生使颈部追动脉进卵引起脑部宫穴不足而头晕,也常伴有视力模糊等症状。 而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都是年轻人,其中25岁到35岁的大学生,和白领成为警员性眩晕的重灾人群。 是什么原因导致警员性眩晕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成年轻化趋向呢? 随住电脑、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很多年轻人患了手机病,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手机,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能看到年轻人低住头对住手机忙碌。 然而,很多年轻人没有骨质增生怎么会出现头晕呢? 人体颈椎骨两旁的深层肌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深层肌群具有丰富的神经感受器,通过这些感受器,大脑可以感受和控制颈部的位置。 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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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低头和缺乏锻炼导致颈部肌群损伤,这些感受器和神经传导就会出现问题,大脑对颈部位置的判断也就出现偏差,引起头痛和视力问题。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在地铁中、公交车上、走路的时候看手机 其实在运动过程中看手机,对颈部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颈部感受器会随着运动不断地感受颈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不断地发出神经质令使颈部肌群拉紧头部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颈部肌群最容易产生疲劳 颈部的感受器也容易出现紊乱而引起头晕 越来越多的年轻头晕患者到门诊后会告诉医生 我头晕,脖子酸痛,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患了手机颈椎病,及医学上的颈原性眩晕 以前,因为颈椎问题引起的头晕症状多发生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患者常因为骨质增生使颈部追动脉进卵引起脑部宫穴不足而头晕 也常伴有视力模糊等症状 而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都是年轻人 其中25岁到35岁的大学生,和白领成为颈原性眩晕的重灾人群 是什么原因导致颈原性眩晕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成年轻化趋向呢? 随住电脑、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 很多年轻人患了手机病,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手机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能看到年轻人低住头对住手机忙碌 然而,很多年轻人没有骨质增生怎么会出现头晕呢? 人体颈椎骨两旁的深层肌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这些深层肌群具有丰富的神经感受器 通过这些感受器,大脑可以感受和控制颈部的位置、运动 长时间低头和缺乏锻炼导致颈部肌群损伤 这些感受器和神经传导就会出现问题 大脑对颈部位置的判断也就出现偏差,引起头痛和视力问题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在地铁中、公交车上、走路的时候看手机 其实在运动过程中看手机,对颈部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颈部感受器会随着运动不断地感受颈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不断地发出神经致令使颈部肌群拉紧头部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颈部肌群最容易产生疲劳 颈部的感受器也容易出现紊乱而引起头晕 越来越多的年轻头晕患者到门诊后会告诉医生 我头晕,脖子酸痛,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患了手机颈椎病 及医学上的颈原性眩晕 以前,因为颈椎问题引起的头晕症状多发生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患者常因为骨质增生使颈部椎动脉进卵引起脑部宫血不足而头晕 也常伴有视力模糊等症状 而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都是年轻人 其中25岁到35岁的大学生,和白领成为颈原性眩晕的重灾人群 是什么原因导致颈原性眩晕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且成年轻化趋向呢? 随住电脑、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 很多年轻人患了手机病,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手机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能看到年轻人低住头对住手机忙碌 然而,很多年轻人没有骨质增生怎么会出现头晕呢? 人体颈椎骨两旁的深层肌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这些深层肌群具有丰富的神经感受器 通过这些感受器,大脑可以感受和控制颈部的位置 运动、长时间低头和缺乏锻炼导致颈部肌群损伤 这些感受器和神经传导就会出现问题 大脑对颈部位置的判断也就出现偏差 引起头痛和视力问题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在地铁中、公交车上、走路的时候看手机 其实在运动过程中看手机,对颈部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颈部感受器会随着运动不断地感受颈部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不断地发出神经致令使颈部肌群拉紧头部保持稳定 这种情况下颈部肌群最容易产生疲劳 颈部的感受器也容易出现紊乱而引起头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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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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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币是统发 开中间再 даль daw进赏支援人的颗